任谁都不敢相信一个五岁的小孩不经意间说的话 竟然让我国抓住了潜伏30年的大特务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78年12月浙江黄岩县破获了一桩30年前的特务大案 这个特务就是图日新 当时孙明得知消息后 为了不让特务有逃机会 里三层外三层的将其包围 每个逃跑通道都有人把守 一切准备就绪后民兵破门而入将其逮捕 那至于这特务为何会暴露 竟然是因为五岁小孩子的一句话 行政国条例之后图日新投奔平头王金英 而这个五岁小孩子与王金英的关系不错 经常会到他的住所来玩 一次小孩来到王金英家 碰上了正在写字的图日新 图日新打趣的说 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叫小孩子写字 说着无疑但是小孩却记住了 西亚楼就跟邻居分享 称楼上的王奶奶家里还有一位婆婆 婆婆还说要教她写字 这邻居一听感觉不太对劲 于是便把消息传给了政府 这才有了前面的那一幕 虽然我们生活的年代很和平安全 但是依然还有很多漏网的特务间谍 我们要像这个邻居一样 时刻保持敏锐和警惕 防止有人不怀好意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我点赞评论转发 下期节目更加精彩